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我们被告知原本一年一月的时间将被缩短成五个月 接下来五月之后馆内要进行管件工程 因为没有展场了所以就不需要服务员了 工作内容尽量维护展品的安全 就是让观众在观赏的时候保持适当的距离 还要负责推广馆内行动APP的部分 确认说展场内输出文字的部分是否有错误 包括名牌跟作品是否对得上 现场的作品是否是它最佳的展出的 那包括我们使用的手机 平板 AR VR 投影机 幻灯片等等 五小鸟也变成了我们的工作 要接受各种无后发门的询问跟回复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认为 我们的工作不是单纯的保全 但是要派单位也就是国美馆 硬生生的把我们的关机拆开 使用我们 这新的厂商有明示说 因为你们之前有参加工会活动 所以我不併顾你们 我希望你们进来的时候就是干干净净的 这些事情市政都已经在 劳动部的那个不到劳动行为裁决委会里面 已经做出了决定 就是说他们是有违反这个不到劳动行为的 劳动部裁决我们虽然赢了 可是也没有什么效益 再次的恳请拥有高文化素养以及国际官的林志明馆长 郑立军部长 请不要再回避所有你们该负起来的雇主责任 你们就是雇主 我也恳请连任的蔡英文政府真正落实所谓的零派遣 直接雇佣员工才能真正杜绝派遣制度所产生的弊端 与对老公的伤害 外包违法二十年 外包违法二十年 勞工失业一瞬间 勞工失业一瞬间 派遣违法二十年 派遣违法二十年 勞工失业一瞬间 勞工失业一瞬间 外包厂商雷德曼保留股费有一些公司 他是国美馆这边 就是展场维护工作的 这些人员他们的承包厂商 那他有针对 这些展场人员加入工会 会有拒绝雇佣的这个情况 每一年上班我只要签 下一家公司的契约 大家又继续 遠风不动的上班了 没有人认识任何一位协理 我们只知道说 你就是好好上班 这个文书作业 是一个流程 契约完全改变的状态之下 为什么要派单位 也就是国美馆 可以不尽告知的义务 就算他是派遣约这样的行事 大家在这个地方工作那么久 也有感情了 或是说一声再见就走 很不通情理 而且大家这么辛苦 久战静脉曲张 这么的严重 没有办法休息 过年大家放假的时候 我们只能休除夕初一 同志上班也没有double 因为我们是保全标 84-1排除所有可能 劳工应该有个基本权益 没有人协助我们 只有工会 但是狠狠的 狠狠的 狠狠的 威胁我们的团结权 利用不续约 管方这边 他必须要 依照政府采购法 必须要每一到三年 他要重新招标 所以 他们虽然长期以来 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都是在国民来工作 但是呢 他们却不停的更换雇主 因为不停的更换雇主 所以 他们的像 特别休假 像是 劳基法规定的一些 像之前 被这些的年资 都会 随着更换雇主 会归零 会重新计算 然后以及就是说 当他们在更换雇主的时候 他们必须 必须跟前一个厂商 要中断 中断他们的劳动契约 中断他们的工作 那 要跟新的厂商 要签订劳动契约 那就变成是说 新的厂商 他可以藉由 签订劳动契约 跟这个机会 然后去把他们认为 不想要的这个员工 拒绝雇用 这些人 虽然不停的转换雇主 但是他们的认识上 一直说 我就是在国美馆工作 主要其实这些人 他们是跟着国美馆的 那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反映出 其实我们政府机关 他长期的在滥用这个 派遣以及劳务承来 如果你今天是有 长期的利需求 那你就应该要 才直接进步的方式 你不可以用这种 不是派遣跟承来 不是作为这个补充去 整理 如果你今天就是 厂商有对于 就是 劳工有歧视 欠免歧视 或说原住民这个身份的歧视 身心障碍者 不是弱势的歧视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将他们 列为就是 拒绝网红厂商 因为这些已经 写在你的 采购契约里面 你本来就可以这么做 你本来就可以把 雷德曼提报 那个就是 拒绝网红厂商 以及就是说 你未来应该要 依照政府采购法 以及就是行政院 订定的这个 运用劳动派遣 引行注意事项 和政府机关 运用劳务承来 参考原则 你要把这些东西给修进 你未来的这个 采购契约里面 文化部 通过文化基本法 文化部长郑立军 在自己的脸书上 还包含 在立法院教委委员会 省议的时候 也都支持说 通过附带决议 郑立军还在自己的脸书上说 在文化基本法修好之后 因为他们在第21条 有明定要保障艺术工作者的 生成权 还有工作权 还通过附带决议说 半年之内要盘点相关的劳动 还有艺术的工作的法规 要来严拟具体保障艺术工作者的法案 可是呢 这是5月时候讲的 半年过去了 我们要问文化部 要问郑立军部长 保障的方法在哪里 我们都没有看到 我们看到的只有 比如说昨天 劳务部公布这个就业的调查报告 劳工就业的调查报告 我们看到 在这个拿不到 加班费跟加班补修的部分 艺术休闲产业是最高的 全国劳工中最常拿不到 加班费跟加班补修的 就是我们艺术工作人员 也跟我们的创作者 也跟整个艺术产业的发展 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人在维护展场 在维护我们的作品 我们的艺术家 艺术创作者 就算再有创造力 这些东西也都不会被推放出去 所以艺术展场维护人员 改善艺术圈这种低落的劳动环境 虽然我们也承认 艺术工作圈有非常多复杂的这种呈现形式 不要有艺术行为艺术 视觉艺术都有很大的落差 每一种产业里面所签的劳动契约 劳动关系 承担委任派遣等等的都会有非常大的落差 或许真的很难在短时间之内订定具体办法 可是呢 文化部作为全国这种文化艺术事业的组长机关 应该至少要先从自己能够管辖到的公立场馆 开始逐步的改善劳动条件 才能够带动其他的私人的艺术产业机构 一起的共同的改善我们艺术产业内的工作环境 做声勿胜落 制作为纳装 definit 哦 前就